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到底什么情况啊 是 谁叫你去的 不是 不是 是你自己想去的吗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去相亲吗 我是被我表妹忽悠去的 忽悠 这种事情能忽悠吗 那个 傅哥 你先不要生气 我们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吧 我也是没办法的 你背着什么东西那么大 要不先放我车上 走吧 傅哥 事情是这样子的 昨天我表妹她说她要去相亲 叫我陪她去 她说家族的人都在 叫我必须跟着去 后来我就去了 到了以后家族的人都在 我爸爸妈妈也在 后面我就发现情况不对 她说是帮我相亲 我都懵了 你爸妈也在 他们知道是给你相亲吗 是我表妹和我姐姐串通好 把我爸爸妈妈叫去 我爸爸妈妈也被蒙在鼓里 都以为是帮表妹相亲 结果她说是帮我准备的 结果呢 你爸妈什么态度 我爸爸说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试一试 不然别人家族面子过不去 然后你就相亲成功了是吧 面子 面子一天到晚都是面子 面子值几个钱呀 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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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先不要走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用说了 你没有相亲成功 你干啥要躲着我 我没有相亲成功 我压根就没有去相亲 没有相亲 金子 你一次性把话说完行不行 你不要断断续续的 我说了一些话 让家族所有的人都不开心了 我给对方的人说 我已经定亲了 不能和你相亲 今天你以为是表妹相亲 所以我才来参加的 然后呢 我爸听我这么说 他就打了我一巴掌 他打你了 他向家族的人解释说 没有这个事情 疼吗 打你打你了 已经不疼了 富哥 我是怕你多想 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说 我已才躲着你 金子 我跟你说过无数次 你不管遇到什么事 你一定要给我说实话 不然我怎么能知道呢 走 我和你一起去找你 把你论 富哥 不用了 我当着大家的面 说清楚了 你怎么说的 我给我爸是这么说的 爸爸 你已经收了 富哥的定亲财礼了 你就不能反悔 前面姐姐需要用钱的时候 也是富哥拿的 那就是他和我定亲的彩礼钱 虽然说 你现在已经还给他了 但果园的合同是你去签的 果园是富哥送给我的 那也是他和我定亲的彩礼 后面我跟富哥一起来往 你也没有反对 我理解的是 你已经同意了 所以你现在让我去跟别人相信 我是不会听的 金子 嗯 对不起啊 我不会厉害 富哥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呀 我不走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和你一起面对 我从没想过 金子 你怎么又被那么多珠子呀 富哥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因为我想你呀 所以我就早一点来找你呀 富哥 要不你先回去吧 怎么了 金子 为什么要让我回去 我 你到底怎么了 遇到什么事 你一定要给我讲 没事 没有什么事情 富哥 就是我今天要干活 我怕你来了 又要帮着我干活 等一下累着你了 没有其他事情 真的假的 必须要跟我说实话 呸呸呸呸不能发誓 我相信你了 那个要不我来帮你看吧 不用 我来我来我来 我自己 来嘛来 没有没有 我来我来 那 那 那我去给你打下手 行不行 那你答应我 等一下太重的活 你不要去干了 好好好 我答应你 走吧 走吧 金子 你弄那么多珠子干什么呀 我准备把这儿围起来 围起来 养鸡 养鸡 对啊 为什么突然要养鸡呢 因为好多叔叔阿姨说 我这个果园可以养一点动物 再加上你又喜欢吃我做的波多鸡 所以我就想多养一点 那行 那我和你一起呀 可以 来 刀给我 金子 那我们算不算一起成立了一个养鸡场呢 对啊 还是我们俩一起亲手搭建的 那你对这个养鸡场的未来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的 我就希望所有支持我的叔叔阿姨都能吃到正宗的跑三鸡 所以我想去帮他们养 帮他们养 而且我要把每只鸡都编号 编号啊 比如说这一只是帮叔叔养的 那一只就是帮阿姨养的 任养一头鸡 对 还是富哥聪明 我不聪明 你能上当 富哥 你别动我了 你去帮我把绳子拿来 好 富哥 金子 我刚刚显了一下 你所做的这个事情不仅很好 而且很有意义 受人之恩 不忘于心 我支持你 大家都会支持你 无论以后怎么样 不忘初心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未来可期 富哥 我一定会去努力做好自己 相信我 我相信你 嗯 等鸡舍做好了 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 金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 既然你是帮大家演的鸡 那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取这个名字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大家一起来给演鸡丹取一个名字吧 富哥 你这个主意不错 给你点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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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迷路了 请问一下 呀 金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给我发的那个定位好像不准确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你啊 啊 还好你没走丢 不然等一下天黑了你就更找不到路了 不行 以后不能让你一个人来山上找我 丢不了丢不了 你怎么背那么多财呀 快放下来 来我来背 没事 我都习惯了 你不行的 这很重 你太小看我了 男人不能说不行 快放下来 对了 金子 你那么着急的叫我来找你 是有什么事吗 就是有事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回家吧 等一下给你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来拿出来看看 富哥 心急吃不了肉豆腐 那好吧 来来来换我 我来背 希望你背着的世界爱着 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 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 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 富哥 啊 那 什么东西啊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哇 这么神秘吗 那 鞋垫 嗯 你绣的 不是我绣的 我妈妈绣的 你妈妈 嗯 什么情况 你妈妈绣给我的 对啊 我妈妈她亲手绣的 为什么 阿姨突然给我一双鞋垫呢 嗯 富哥 我妈妈是这么说的 你大老远的跑过来帮助我 远在他乡 无亲无故 身边也没有亲人在 我妈妈说 不能让你在这边感到孤单 他说他身体不好 不能给你做东西吃 你就绣一双鞋垫给你 呃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嘛 这双鞋垫不仅能保暖 也希望你以后的人生路 一帆风顺 平平安安 嗯 然后他还说 有时间的话 也就是可以的话 你多去看看他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金子 嗯 我现在情绪有点激动 嘿嘿嘿嘿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慈母手中线 有子胜上衣 可怜天下父母心 嗯 富哥 其实我妈妈挺喜欢你的 嗯 她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 看待了 她希望你越来越好 嘿嘿嘿 富哥 你提过了 谢谢妈妈 不 这个谢谢我要亲口给她讲 嘿嘿嘿 不见一听不着 想不成 抹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只空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